樓層夠高 光線就很猛 一手你都買得對 但我覺得這套二手會更加有性價比 便宜的樓是靠搶的 這麼多人過來搶 好了 大波旅行開完組會 就帶大家來看一套 街景康城的筍盤 現在在樓下 現在在賣的單位 指給大家看看 用手指給大家看看 在這裏 樓層比較高 反正不是頂樓 等待的話就上樓上 拍給大家看看 好了 各位觀眾 大波旅來到樓上 我們帶大家進去這間樓 今天這間樓真的夠便宜 大家看看 多少人在等著 大家正在看 先進去看樓 好 沒事 小心 小心一點 好 OK 我們先看看廚房 這個標準的樓形街景康城 118平方 到時樓形圖會放在上面 給大家看 OK 因為業主急著賣 這間樓就重新裝修過的 重新裝修過的 好 我們看看客廳 客廳 樓層夠高 光線就很猛 進來出來看看花園 這個單位 南北對樓 主要露台是北 看著南花園 看著南花園 給大家看看花園 我自己來 看看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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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給大家指示一下 現在賣的是這裡 一手樓 加推出的樓盤單位 賣單價去到 兩萬一 兩萬二 兩萬三 左右一個房 即是個人建議 假如你買一手樓的話 即是說 買不買得過呢 都買得過的 但個人認為 就相當於說 很多客人是這樣說的 不是珠海住不在 而是坦州更加有性價比 那街景空城這邊的話 就叫做 可能你說一手 你都買得過 但我覺得這套二手 會更加有性價比 現在都在拍房間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些 重新裝修 這些不是 開發商的交樓 標準裝修 是業主自己裝修過的 看看 因為今天 知道時間 就跑進去拍給大家看 看一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裝修的話 大波羅建議 你可以考慮這套單位 畢竟他 性價比確實夠高 一萬五到 一個房 即是總價一百一十八房 業主開價一百七十七萬 談就談不到多少 先講清楚 先跟大家講清楚 不要搞到到時候 大波羅沒有拍過 有什麼美麗單位給大家看 看看 這個主畫房間景觀一樣 看著花園 位置朝向都挺好的 彩缸 看看 這裡有衣務間 衣務間都幫你做好了 南北通透對流 看看先 打開這個窗 南向 到時有風吹進來 這個沙窗就不用說了 好像前女幽魂那樣 飄一飄 不用說的 OK 那我們都走出去客廳給大家看 看先 樓呢 就可以拍給大家看的 但是呢 買不買到這間樓 就不知道了 便宜樓 就是靠搶的 這麼多人過來搶 就 跟大家總結一下少少 第一這間樓 單價暫時說最便宜 又不是頂樓 這裡頂樓是去到二十八樓的 我們現在就 一萬五到一個方 一百十八方 你可以計算一下 一百七十七萬 如果假如可以要的話 就 記得盡早盡快 WhatsApp大波羅 上面 就是加我的微信 都OK的 到時假如沒有的話 就只能夠幫大家 玩一間 玩一間這些 玩一間這些 就是叫什麼樓呢 香港大家說的叫吉屋 是吧 清水樓這些 清水樓吉屋這些 假如你要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裝修呢 如果我們玩裝修 就是可能說這些 總價會低少少 總價低少少 但是裝修的話 可以裝修出你要的風格 如果看開我們的YouTube視頻 你知道的 我們就可以幫你玩到這些 就是叫 如果是 叫 清水樓下裝修那裏 就是 花燒多少錢呢 裝修你要的風格 這個就是看你標準的了 我們裝修可以 一手幫你 一條龍幫你服務 幫你裝修好 是吧 就是幫你做到 小包入住 是吧 那這間呢 就 裝修是有的 就 業主自己搞的裝修 就 就說實際 個人眼光看呢 都過得開 是吧 不過就比較急賣 如果你有緣分 有興趣看這間樓盤 盡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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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間樓盤 只要幫大家買另外一間 這集就分享到這裏 好 拜拜